就是这个数字 你看起来像7还是3 只因为一字之差 廖先生差点失去家中的 民国69年 廖先生的爸爸买下树林火车站附近的一块地 自己盖了一栋四楼的透天措 最近正好听到一些都庚消息 想说先把房屋权状准备出来 却找不到要去补办 被其所有的资料到地震事务所办理时 工作人员却说身份证字号不正确 这房子可能不是他们的 让廖先生好傻眼 住了四十几年 怎么可能 这个明明就是房屋水啊 地址就是这里啊 对 这房子也有 我们讲了几十年 你跟我说这个房子有可能 我们不是其实有人 因为当时户籍藤本都是手抄的 填写的公务人员将廖先生爸爸的身份证 其中一码七写成了三 导致后来系统里根本查不到 还好所有房屋地价税的缴费单全都有留下来 否则现在这价值3300万的房子差点都没了 其实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税单也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 如果有同样查不到的状况发生的话 可以寻求我们的服务中心 我们可以帮忙查证透过土地的地号或者是地址 我们再去找寻看是错误在 有没有发生错误啦 发生在哪里 还好后来查清楚了 房子物归原主 稀多点一撇变成三 这个一撇却差了3300万 TVBS新闻事先人中宣新北栽放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